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,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组照片。 照片中所反映的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一个群体, 无家可归的流浪者,和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寒冬送暖活动。 他经过一个公园,看到那边有很多无家可归的人, 已经下雪了,可是还有一工在公园, 在发夹课给这些无家可归的人,让他觉得很感动。 他把这个故事跟我讲之后,我觉得说我也想做一些什么。 就是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生活片段,改变了刚刚大学毕业的张洛轩。 在2007年,他一个人发起了寒冬送暖活动, 从家里的车库开始,把募集到的450多样赠品, 经过分类整理后,送到了临近的救助站。 而这个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行动,也感染了洛杉矶县相关警局的警员。 他们主动联系张洛轩,表示今后凡是有看到无家可归的人, 就会送上棉被或是夹课,帮助他们度过寒冷的冬天。 有个婆婆从San Bernardino过来,她以前是开旅馆的,去年把旅馆卖掉了, 所以累积了很多令氏金跟洗发金跟笔罩,都是全新的。 那她没有办法开车,所以她约了她的邻居,铺了她邻居前, 请她邻居开车带她到西莱斯来,把东西drop off在西莱斯给我们。 加入华星保险团队后,张洛轩身边的同事也被她讲述的一个个故事所打动, 纷纷加入了寒冬送暖的队伍。 甚至有些民众通过网站了解到了相关的信息后,也自愿前来帮忙。 今年的寒冬送暖活动到目前为止已经募集到了近800件赠品, 而今年的募集会持续到2月份。 我们今年很希望能够带动我们全部的华人, 跟我们一起有这个精神来做好这件事情。 我们的网址是www.operationwarmth.com 如果说今年的寒冬送暖还是一个星星之火的话, 希望在明年在我们大家的共同参与跟努力下, 它可以变成能让更多人温暖的燎原之火。